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型 一连多天没有说以哈之战 因为我每天准备乌额最新的消息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收集资料和列提纲后 我已经累成狗了,没有更多的精力了 况且这几天我复养了,浑身无力,嗓子特别痛 所以状态十分的不佳 昨天有人留言问我,为何不跟进以哈了 那今天我就说一说最新的消息吧 乙军在加沙的战斗仍在积蓄 昨天,以色列军队摧毁了加沙中部哈马斯 军事工业的主要枢纽 发现并拆除了用于生产火箭和其他武器的大型军火工厂和隧道网络 在加沙南部汉尔尼斯 乙军在坦克和空中支援的近距离战斗中 消灭了数十名恐怖分子 还对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的办公室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袭击 乙军找到了许多武器和情报文件 包括数十枚手榴弹 AK-47 弹药 挖掘设备 发射器 RPG导弹 炸药和战斗管理文件 在约旦河西岸继续开展反恐行动 发现了隐藏在道路下的数十枚爆炸物 搜查了数百栋的建筑物 并逮捕了15名被通缉的巴勒斯坦人 乙军部队在袭击中还缴获了许多的武器 并摧毁了一个爆炸实验室 和一座当地的恐怖分子 用来用监控摄像头观察乙军的建筑物 乙军城自10月7日以来 部队已在约旦河西岸 逮捕了2700多名被通缉的巴勒斯坦 其中包括1300名与哈马斯有联系的人 有消息称 在汉尤尼斯有数千人被包围 目前这条消息还没有被证实 但如果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全世界都知道 哈马斯是极端灭绝人性的 最猪狗不如的东西 昨天一件极大的坏消息传来了 最报道 乙军在汉尤尼斯发现了被哈马斯绑架关押的 21名以色列平民的尸体 这说明苟日的哈马斯在不断的处决人质 而除此之外 这两天世界再次见识了哈马斯是如何邪恶至极 又报道称 有一位年仅19岁的少年 他叫阿迪尔塔哈尔 在10月7日那天 他被恐怖分子杀害 恐怖分子还砍下他的头颅 作为战利品带回加沙 以1万美元的价值出售 后来乙军在加沙作战中 在一家冰淇淋店 冰箱内一个袋子里 发现了头颅 少年的母亲在他的坟墓前哭泣 这是一张万分悲痛的画面 而那被杀害的1200个平民的家庭 估计日夜都被这同样万分的悲痛所折磨 所以我想不明白 那些哈尔要堕落到何种地步 才会去崇拜哈马斯这种极端邪恶的东西 偏偏这世上竟然有如此多的哈尔 他们为了给哈马斯洗白 无所不用其解 一会称哈马斯是抵抗力量 以色列人该死 一会儿赞哈马斯是英雄 哈马斯杀任何人都有理 甚至他们还睁眼说下话说 哈马斯根本没有杀害平民 好在的是 支持以色列人开始多起来了 昨天传来一个好消息 欧盟希望以色列赢得这场 针对哈马斯的战争 欧洲议会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人质 并解散哈马斯 并声明称 在此之前 不会实现永久停火 这就对了 只要释放人质并解散哈马斯 停火立刻就能实现 这就对了 所有文明国家以及媒体 都应该像欧盟议会一样 站在平民的立场 站在人性的立场 站在保护权力的立场 反对哈马斯 当然 对于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哈马斯来说 目前 不会释放人质和投降 所以 以色列表示 前天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对以军战士们说 如果哈马斯的统治 不彻底解散 我们将无法生活在以色列 我们将继续战斗 直到被绑架者返回 军事能力被瓦解 哈马斯被推翻 昨天 加兰特表示 哈马斯正在变得越来越弱 他没有物资 没有人员储备 没有发起行动的组织能力 也没有真正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 哈马斯的计划是 每天在各个地区 发射数百枚火箭弹 现在 他能够在某个地点 进行一次性的攻击 发射数十枚火箭 希望哈马斯早日完蛋 对于人类是一件大幸事 当哈马斯大头子被消灭了一天 我们要给自己买鸡腿庆祝 为了捍卫自由与独立 乌克兰仍在继续战斗 俄在继续损失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最新统计 俄又阵亡了七百八十 还损失了21辆坦克 38辆转达车 41架无人机等等 昨天交战次数激增 约有114起 但无论是在莱曼 和扣平洋斯克城镇 还是在阿弗迪布卡 和蒂尼泊河 蔡俄的袭击都一一被乌军击退 在乌克兰东部方向的一场冲突中 乌军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企图后 并俘获了七名俄士兵 俄在袭击乌克兰 乌克兰袭击俄罗斯 为了给俄罗斯一点颜色看看 乌克兰的步子卖的越来越大了 据报道 自战争爆发以来 乌克兰无人机首次袭击了圣比德堡 圣比德堡的一个油库 被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击中了目标 乌克战略工业部长奥列克桑德尔卡梅辛表示 袭击圣比德堡的无人机是乌克兰制造的 当晚击中了目标 并飞行了1250公里 除了圣比德堡外 据报道 莫斯科的上空 记录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 导致莫斯科南部两座机场临时关闭 在布良斯科地区的俄军防空部队宣布 记录了三枚乌军导弹 在比尔格洛的地区 记录了十枚乌军火箭弹 可见的 在新年的时候 资林斯基说 要让战争回到发源地 回到俄罗斯 绝不是说说而已 这段时间俄罗斯因为停电停暖 各地乱成了一国粥 莫斯科西伯利亚等地的停电停暖 还没解决 据报道 被占领的克里米亚 多个地区也停电了 那些在零下十几二十度 冻成狗的俄人 是不是应该 考虑投降的问题 如果投降了 战争马上停止 俄人再也不用冻成狗了 很遗憾的是 疯子发动的战争 是不会停止的 昨天拉夫罗夫表示 俄对乌韩战争 有助于净化俄罗斯 清楚那些感觉不到自己 与俄罗斯历史和文化有联系的人 就是一不小心就说出了心里话 所谓的对乌韩战争 原来是搞清楚 谁不爱俄就清楚谁 所以这样的俄罗斯 不爆发内乱才怪 这前一天巴士基尔 一位叫法尔 阿尔西诺夫的反战人士被捕了 又一位勇敢的反俄人士站出来了 在俄罗斯贫困地区的巴士基尔 一位叫阿尔提奈 瓦利托夫的音乐家 向全国居民 呼吁俄罗斯各共和国和原住民 呼吁每个人都出来抗议 他说 来自各个角落的宣传告诉我们 我们是俄罗斯人 但我们不是俄罗斯人 我们是巴士基尔人 俄不是说要清除不爱俄历史 俄文化的人吗 我们就是 我们就不爱 我们是巴士基尔人 好样的 为了自由 为了独立 为了表示与俄没关系 那些最勇敢的人站出来了 并且喊出来了 随着这场反人性的战争 拖得越久 俄内部的问题将会更多 当问题多到一定程度 不等乌克兰打到俄罗斯 俄内部已经摇摇欲坠 分崩离席了 据报道 由于担心受到制裁 土耳其银行开始拒绝 与俄罗斯银行合作 法国国防部长表示 法国将向乌克兰 运送更多凯撒榴弹炮 和制导炸弹 英国前首相 现任外交大臣 卡梅伦在瑞士 达沃斯接受采访 将乌克兰战争描述为 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 他还说 这感觉就像20世纪 30年代重演 俄那个人扮演的是 希特勒的角色 他还说 我们能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在今年的工作中 证明俄那个人不会赢 目前盟友仍在给乌克兰 提供援助 虽然美国有些拖辣 欧盟也因为 欧尔班这个老鼠屎 而有所耽搁 但我相信 不久将会有好消息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泽连斯基前两天说的 而即便没有盟友的支持 我相信 就乌克兰也会战斗到底 这是乌克兰外交部长 库列巴说的 他说 即使没有西方支持 乌克兰在任何的情况下 都不会投降 即使我们没有武器 我们也会用铲子战斗 乌克兰英勇如此 盟友怎么会掉链呢 不会 就报道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罗布 鲍尔海军上将 在布鲁散尔举行的会议开幕式上表示 乌克兰将在未来的每一天 都得到我们的支持 他还揭穿了俄的谎言 他说 这场战争从来都不是来自乌克兰或北约 对俄构成任何真正的安全威胁 而是这场战争 使俄担心比地球上任何有型武器 更强大的东西 民主 如果乌克兰人民能够拥有民主权利 那么俄人很快也会渴望这些权利 他认为 乌克兰人和乌克兰军队 正在以世界前所未有的方式 捍卫民主 在战争的黑暗中 他们是一盏灯塔 向世界展示 为信仰而战意味着什么 说的太准确了 俄害怕的根本不是什么北约东阔 害怕的是民主东阔 害怕的是乌克兰拥有民主权利 这就是俄和乌永远无法和解的最大原因 乌克兰一心向往文明 向往民主 过上有尊严 有自由的生活 所以不惜牺牲一代人 要打败恶雄 祝福乌克兰 感谢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不仅是在为自己而产 也是在为我们而产 因为是人说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 还有是远方 但我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 每天像拖了一样忙碌 没有了是远方 只有眼前的枸杞 生活中压之下 发布视频 成了我唯一的一个减牙口 也是必须做的事 在我的字典里 没有休息日 没有节假日 所有的目标 都是为了活着 拼命的用尽全力的活着 但收入不稳定 让妻儿没有了生活保障 这里也恳请朋友们 如果欣赏我视频的话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举我一点小小的赞赏和鼓励 谢谢大家了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说真话的破洞人 感谢一路有你